岸邊步道案也拉起封鎖線 警方忙著採證 原來水里剛撈出兩具女童的遺體 母親不久前才到派出所報案 事發在新北市新店壁潭 二號早上八點多 八歲和九歲的女童 被檢信母親帶出門說要扇心 十點多來到岸邊之後 發現孩子落水就自己游上岸 先是在現場徘徊 接著離開現場 隔天又來到岸邊 但最後還是決定 自己要到派出所來報案 當天晚上就在岸邊 巡獲兩具遺體 事發地點是新店壁潭的 這一處渡船口 因為這邊的水比較深 通常是在這邊 讓人坐船到對岸去的 因此這邊也有告示牌 提醒民眾水相當深 而且這邊因為是開放水域 不會有救生員進駐 這個區域水最深的地方 大約有7米 岸邊大約1米多 經過申請可以從事 立獎等等的水上活動 但不能任意下水游泳 平時大約上午10點到晚上7點左右 會有比較多人在這裡活動 不過因為事發時間是一大早 人比較少因此沒有人發現有異狀 但母親自己到警局自首之後 就被殺人罪送半 聲稱是和丈夫以及公婆有摩擦 但有沒有其他原因 還要異議釐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